先如今提起相声 首先大家一定会想起郭德纲 而郭德纲创办的德云社 现如今也是火遍大江南北 大多数的相声剧都是出自德云社 而德云社旗下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就比如郭麒麟 岳云鹏 孙岳 老秦等等 而今年德云社在跨年演出上 郭德纲云字课的徒弟 也是凭借一段八马挂一战成名 直接登上热搜榜 孔云龙也凭借这部八马挂而再次走红 当然了作为德云社的风向标 八马挂的收视率自然是不低的 郭德纲决定和谁出演该节目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力捧谁 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在德云社八大队伍里 其中有三位没有演过八马挂 这也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 这三位人当中竟有张云雷 还有孟赫棠 李赫东 而郭德纲没和这三位队长演八马挂 也有不同的原因 大家也都知道 郭德纲做什么事 也有自己的原则和想法 不和他们出演八马挂 自然也有更好的安排 这其中就还有李赫东 他也是德云社最特殊的一个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是郭德纲的干儿子 而且郭德纲也是非常看好他 因为当年在郭德纲最困难的时候 李赫东一直不离不弃 还把房子卖了 帮助郭德纲走出难关 所以郭德纲也是十分信任他 而李赫东的人设也非常令人喜欢 而且人气也是十分高 所以也没必要出演八马挂 意义也不大 想必孟赫棠没有出演八马挂 大家也都能猜出来了 不是说孟赫棠不优秀 而是郭德纲捧的已经够多了 超出相声有心人 再到欢乐喜军人等等 一些综艺节目 基本上都会有孟赫棠的身影 给小编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是他参加笑傲江湖该节目 所以说郭德纲给孟赫棠的资源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人气非常高了 如果再让他出演八马挂 是不是就太疼爱孟赫棠了